穿红衣做绝运 卖的漂不漂亮 请你告诉我 我要让你很精彩 今天又大涨 昨天杀下来大震荡 大甩叫的美丽请星 低档谢老师 又带会员去买进 又带会员去加码 今天盘中差一点涨停 再来要做谁 赶快收看我的节目 麻烦你 看完节目请你按LINE 请你帮我按赞 请你帮我分享 请你帮我订阅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全时收看关键筹码 你好我是谢一文 有没有感觉今天谢老师很奇怪 为什么要戴口罩 认得出来我是谢一文 这个感冒 然后同棚的其他的分析师 也有人感冒 那我们就还是遵守一下 这个防疫规则 毕竟感冒总是不是一件好事 家里还有小朋友 可以吗 希望你能够习惯了 说不定明天还会带 说不定下礼拜也还会带 昨天提到什么 昨天是一个很 很好玩的一个关键 如果你昨天稍微 你看一下量价关系 你就是稍微会退币三射一下 那事实上我们昨天怎么跟各位讲 这个叫大水轿 这个叫大震荡 前面已经屡见不鲜了 只是又来到高档 你又会害怕一次吗 那稍微心虚一点的人就会走 什么叫心虚 我对后面的个股的基本面 我对后面的基本资料 不太了解 没有把握 那你就走了 那你就会走了 为什么 因为在大盘上面 它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大量 昨天4342亿 而且昨天大震荡 上下来回大概300多点 对不对 今天一个木股 一个转弯马上又开始往上走 昨天还跟各位讲 不要再航海王了 不要再钢铁人了 今天你看到什么长龙 阳明 万海 全部都大跌 为什么 你一定觉得说老师弟带赛 不是我带赛 我也没有去放空它 但是我至少不会去接那些股票 我手上不会去持有 当下不会持有那些股票 昨天还讲 粮草先行 昨天已经看到 航运内股已经比大盘还要来落 人家在反弹 在盘中在反弹的时候 他也没有反弹 那代表的是什么 在弱势表现 高档的时候 弱势表现 我不是叫你鼓励你去放空它 我说你至少你手上不要去拥有它 或者是拥有少一点 你至少你要做到一点 你不要去接它 对不对 资金有没有渐渐回到电子股里面 有 那找一些资金筹码集中的股票来做 电子股来做 昨天又讲 要去找到后面有持续力 有故事的股票来做 为什么 当你知道这些股票的故事 你会发现 就算昨天那样子的震荡 吓不倒你 为什么吓不倒你 反而是昨天拉回的时候 非常好的出手点 或者是加码点 早上就做预告 盘中执行 执行什么 拉回来几乎是在最低点的附近 又带会员去做买进 又带会员去做加码 美丽请新 知不知道是谁 会员一定都知道 全部会员都知道 美丽请新是谁 昨天我买在加码 在最低 几乎在最低点 请你告诉我有没有 今天差一点点涨停了 今天差一点点涨停了 也可以 也OK 美国通用了10年合约 在大陆福斯汽车 欧洲厂的BMWX1 车灯组都在用他们的公司 全球的模具长 他们也普及规模的 他是属于供应厂的部分 法社会也讲了 对不对 已经摆脱新冠肺炎造成怎么样 造成的冲击 而且目前现在订单满载 满到什么时候 满到什么时候 满到今年的第二季出 老师基本面朗朗上口 基本面朗朗上口没有用 很多公司基本面也非常非常的好 重点是什么 要发吸逼 要发公司债 要发现真 老师 这有什么关系 这才是最重要的美港 我昨天暗示过一件事情 我说美丽请新 你现在去限增他 增不到 你现在要去吸逼他 你要去公司再去认购 你认购不到 原因在于哪里 全部都被大股东跟法人认走 老师前三季赔钱 对不对 干嘛去买他 股价四十几块 不合理 赔钱的公司股价应该要十几块 或者是个位数 那才合理 你去买那才有道理 老师你去买你去抢短 老师你去买买高点 一定你看到财报会有这样的联想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各位 我告诉你12月份营生冲新高 我告诉你今年前三季是赔钱对不对 第四季的财报还没有出来对不对 12月份的财报还没有出来对不对 我直接告诉你 第四季转亏为盈 什么力量最大 什么力量最大 转亏为盈的力量最大 你不知道故事我告诉你 昨天大震荡大甩叫你不敢买 我带你去买 今天将近盘中将近拉到涨停板 没有涨停差一点涨停 昨天买跌的时候 昨天买几乎最低点 昨天买大跌的时候 今天快要拉到涨停板 你信不信 美丽请去查一下 很多人说老师我猜不到 不能每一档都可能让你猜得到 有一档你猜得到 我要让你很精彩 因为之前做过 对不对 一定猜得到 肩长多少 自己一讲不用我讲 那万一你是昨天买呢 OK啊 万一你像我和我的会员 前天去加码呢 那也OK嘛 万一你是我的清代会员 特别会员 礼拜一就去买呢 哎现买现套呢 买190.5最低烧到188 看老师啊 你好好我跟你说 买到水头啦 啊老师怎么这样啊 第二天没人甩甩回来 为什么 第二天半中就要说漲停板啊 没有漲停啊 说明还有人回答 因为昨天大震荡嘛 对不对 哎今天又上海了 没人跟我说 没有人在跟我聊 没有人在跟我聊什么 我要让你很精彩很弱啊 怎么样啊 反而是有人打电话信息来说 老师买太少 对吗 对吗 穿红衣坐捷运 昨天高档先带所有会员全部出掉 140的139的138.5的138 137.5也有啦 啊老师啊我没看到 我就看那台阶楼啊 137.5我就随着 最少每个人 特别会员亲戴 最少每个人趟10万啦 最少啦 一般会员小资会员 我没人控制啦 我不知道他的资金状况啦 那应该也不错啦 ok啦 我买个五张大概也 大概也七八万啦 你买个十张就 买个十张大概就十五万十六万啦 啊你说十万我是少跟你报 我少跟你讲了啦 啊有人买到八九十张啦 不错嘛 好进好出有价差 大价差赚 十几块的价差 ok啊 买几次 我是不是只有买一次 我是不是只有买两次 我是不是只有买三次 去问一下我的会员买几次 超过三次以上 全部超过三次以上 这就是做股票嘛 啊股票要不要多 有没有赔钱的股票 有啊 新铁没什么赚到就跑掉了 貌系刚才买进去的时候 哇中国大陆宣布说 哎呦拜登当选可能会放宽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中芯国际 他不会制裁我们 啊 所以华邦店的抢单 华邦店的抢单 貌系的抢单 可能就会被中芯国际抢过去 哎当天就下来下来 马上给他停损掉 有没有赔到钱过 有啊 怎么会没有 不要只有讲好的不讲坏的 可是各位 总归总结下来呢 就是这样嘛 哪一档股票你不知道 哪一档股票你不清楚 小赚小赔的我很懒得讲 小赚小赔的我很懒得讲 那他那边松腾 他没多少啊 对吗 那没什么好说 那没什么好说的啊 没条件又弄掉 我才会弄啊 我还可以跟我的助理讲 是谁在做 他好在哪里 我还可以讲 我还可以侃侃而谈 对不对 真的不能讲的是什么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股票 那个筹码都还在锁 那个反而是倒不能讲 赚钱赔钱有什么不好讲 每天马在赚钱或者是赔钱 你出手的时候 你就会有这样子的结果了 各位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过程嘛 中间的过程 你在赚钱的股票你买了几次 你在赔钱的股票你怎么样去处理 总归下来你为什么能够赢钱 你的赢的地方在于哪里 不是每一档又涨停板了 我们又涨停板了 我们又涨停板了 我们多早以前就讲过什么股票了 我们多早以前就跟大家提过了什么事情 那都是话术 那都是话术 各位四个字送给各位 下单见真章 五个字对不起 下单见真章好不好 真凭实据实战的操作 是否有获利 才是我的想法 如果做股票你连想法 你连工具你跟方法都没有 请问你在股票市场 你只不过是一条咸鱼而已 咸鱼没有想法 咸鱼它就只有咸 它没有其他的味道 那你就当一条咸鱼就好了 如果你到现在还在彷徨 你到现在 现在手上还是一堆股票 还在乱射飞镖 还是乱打飞机 你不如来跟着我做 我也不要跟你讲什么单股所单 那个骗人的东西 什么单股所单 不用单股所单 一个小小的投资组合 两只 三只 有一只当组织 或是两只当猪肌 压得重压得多 几波 几波下来 就把你的亏损全部都解决 手上的股票 赔钱的股票 全部都把你赚回来 就这么简单 各位朋友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免费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乐钱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小老鼠 HOT MONEY 888 再来预备要做什么股票 谢老师看好的是什么 我看好车用 我看好散热 散热有一个部分很重要 今年有一家公司即将要打入 打入对岸的OPPO 老师那打入华为不是很好吗 打入华为反而不好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华为现在被制裁 华为绝对不会让它翻身 绝对不会让华为翻身 可是OPPO OPPO不一样 OPPO是属于比较国际品牌 它不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 有没有色彩在 我不敢讲 可是至少 小兔屎 应该这么讲 应该这么讲 跑会倒下来了 OPPO、Xiaomi、Vivo的市占率会上海 里面市占率会上海最高的 一定是OPPO 那请问你 散热能够打入OPPO的手机好不好 散热能够打入OPPO的手机好不好 我再说一次 未来的故事 我做散热的 我散热打入某一个大陆大品牌的手机市场 你觉得好不好 就从马面来看 来我们进电脑 这不是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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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小过小高 量小过小高 量在说的过人过小高 那在底部整体量来 它是属于真大的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我先不要跟你猜谜 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 再说一次 加入谢一文谢老师的LINE 小老鼠 Hard money 小老鼠 Hard money 小老鼠 HOT MONEY 小老鼠 HOT MONEY 先加入再说 想知道 一起来做的 请你加入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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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